大家好 这就是咱们来写一下这个创口 就是创口通信的这个程序 然后呢 在写程序之前呢 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软件 就是这个 51创口通信计算器 咱们打开看一下 它这里面就是可以帮你算这个波特率的 就是你看这一栏 它是输入这个金正频率 然后这边是波特率 咱们这次通信 就是和PCG通信选用的这个波特率是9600 然后这里这个金正频率是11.059A 看到吗 然后呢 你看它这算出来这个SMOD 就是smod等于0的时候 它这个装路的这个处值应该是0sfd 然后误差是0 当这个SMOD等于1的时候 它这个装路的这个处值是0sfa 然后误差也是0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如果说我要选12兆的金正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 它装的这个处值呢 还是0sfod 或0sfd 但是它这个误差呢是8.51% 看到没有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用12兆的金正来进行通信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会收不到数据 或者收到的数据是个误码 就是这个意思 而使用这个11.059i兆的话 它算出来的 咱们再算个别的 比如说你算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不是 对 这个你就选用这个smod等于1的时候 你看它这个误差还是可以达到0% 就是没有误差 像咱们一般通信 就是用的是11.059i兆 这个是最多的 就是用的 就是这个软件来算的 然后这里还有个串口 调试助手 这个 这个呢 它就是 就是 就是 这边就你选择 就是哪一个串口 然后这是设置波特率 然后这里是 要不要这个 教硬位 然后这里你的数据位是多少 然后这是停止位 是1位 就这个意思 然后你 发送数据的时候 你就把你要你要发的数据来 写到这里 比如说要发f 你就 然后手动发送 或者可以让它自动发送 就这样 然后接收的时候 它 如果你从单片机往电脑上发 发数据 它就电脑就可以接收到 电脑接收到的数据 是在这上面 这上面显示出来的 就是这样子 然后现在呢 咱们就来写这个程序 写这个程序 咱们先来 先在桌面上建一个文件夹 好 然后打开这个环境 把原来都关掉 先建一个 把它放到桌面上 4 6 好 天天进来 好了 现在咱们就 咱们首先呢 把这个投文件 把这个投文件给它包进来 好了 然后就可以写这个走换数了 好 写这个走换数 然后咱们看一下 看一下 看在这里面 它要做哪些事情 首先 确定这个T1的这个 工作方式 就是 变成这个Tmode的计存器 对吧 那么Tmode的计存器 它是T1 T1是高8位 不高4位 就是Tmode的高4位 对吧 第4位是T0 对不对 然后咱们要把它选择 选择成这个方式2 刚才上级可讲过了 然后咱们就 首先设置这个Tmode 对吧 那它等于0x 2 0 对不对 它选择方式2 然后是T1 T1是高4位 对不对 然后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要干嘛 计算这个 T1的出值 咱们刚才 这里算过了吗 拿这个算 就是 咱们这里通信的时候 用这个11.059i兆的金正 12兆的我试了一下 好像是 就是算出来误差太大了 和计算机通信的时候 有时候接不到数据 有时候接到的是乱码 然后所以说 咱们这里就 把这个12兆的金正 换成11.059i兆的 然后咱们这里设的波特率是9600 然后你看这个 咱们这个Smod FD让它等于0 然后放 就是往里面装的出值是0xFD 对吧 那么咱们就往里面装出值了 等于0xFD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T1 也应该装一个出值 让它开始 就是一样的出值 只有当它减完以后 然后才会把TH1里面的 出值装到它里面 所以说他们 在这之前呢 也要给它装个出值 然后这里咱们注释一下 这里是设置 定时器1 定时器1 为 方式2 对啊 然后这里呢 就是 装入出值 好 现在出值装完了以后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 还要干嘛 启动定时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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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T1吧 对吧 把T1启动 T1等于1嘛 它就 这个定时器就启动了 这就是启动定时器1 对不对 好 启动完了 启动完了以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还要干嘛 启动完了以后 确定 串进口控制 就是Scon 这个 这个 咱们回忆一下Scon Scon 里面有 咱们回忆一下 Scon 里面有几位啊 在前面 这下是MOD 好 Scon Scon 这里面呢 有一个 SM 这两个咱们要方式1嘛 就是01 对吧 然后呢 它还有个REN REN REN是干嘛 REN是接收手 用的 对不对 REN是允许它接收 咱们这样 咱们写这个程序 一开始呢 那咱们 嗯 就让 就从那个 电脑往单评机上发一个数据 看看单评机能不能收到 然后如果能收到之后 咱们再让单评机给电脑再发一个数据 好吧 先咱们来写这个接收 那么这里面呢 再回到原来 就是确定这个串行口控制 Scon Scon 那么它可以写同一个 也可以一位一位来 一位一位来呢 就是 SM 0 等于 0 对不对 然后 SM 1 等于 1 对吧 这就是设置它为方式1 设置完方式1后 咱们现在让电脑来接收 接收的话 那么就还有就是 REN吧 让这个接收使能 对不对 那么REN必须要等1了 对吧 是不是 嗯 这是接收使能 然后这 这两 这两个是设置 方式1 对吧 好 现在接收使能了 接收使能以后 因为咱们还要让它中断 就是它 接到数据以后 得让它中断 对不对 那么还有 把这个EA 等1 给它加上去 就是打开 总中断开关了 对吧 然后打开总中断开关以后 你还得要把这个券口中断 开关也给打开 对不对 那么就是ES 它这个开关是ES 那么等1 就是打开这个 嗯 打开 串 口中断开关 对吧 好 那么现在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 这 就是这一段程序 就是为了 初始化这个窗口 就是 就要这些 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模板 这个就是个模板 大家以后要写程序的话 你就按照这个里 来就可以了 或者你要是以后要写的话 直接在我这里面改就行了 其实基本上不用改 你就是如果金正不一样 那你就改改一下这两个数据就行了 其余的基本上都是不用改 你直接贴过去就OK 好 现在初始化写完了 写完了以后咱们 咱们现在让单评题接一个数据 接完了以后呢 让它在PE 送到PE PE是接到数码管上的 那么咱们就让它往PE里送 好吧 那么现在走程序就应该 让它停在这里 就 现在设置完了以后 它就不要干别的了 就停在这里就可以了 对不对 停在这里 现在主函数写完了 主函数写完了以后 然后咱们现在要写这个中断函数 因为它这里要用到中断 就是它每接收完了以后 它那个RI会自动自一 对吧 自一以后通知CPU中断 那么这里面呢 回忆一下这个中断 这个函数 就是这个函数呢 是随便写的 但是我个人习惯是这么写 就是这个是串口的意思 就是写这个 写完了这个以后 然后interrupt 对吧 对不对 interrupt interrupt 然后呢 接着这后面呢 是一个中断号 对吧 创口中断的中断号 是最最后一个嘛 因为 第一个是web中断0 对不对 然后是两个定时器 然后接着是两个定时器 还加一个web中断1 它是最后一个 它的中断号是4 对吧 然后现在 好了 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 你回去可以看一下咱们之前讲的内容 它的中断号是4 好 现在设数据怎么说 是从那 从那个spuff里面 多一个数据出来 对不对 那么这里咱们就需要定义一个变量了 对不对 那我定义一个a 定义一个变量a 然后呢 我让这个变量a 等于从那个spuff里面 多一个数据 对吧 多一个数据出来 多完了以后呢 我要 让它送到pe 如果我发 比如说我这次发这个数 下一次发那个数 那么pe上面的数码管显示就会发生改变 对吧 就会改变 如果这个显示不改变的话 那么说明咱们单评机是没有收到数据 如果改变了 那么说明接收肯定没问题了 好 好 现在 让它输出显示 然后呢 咱们现在咱们说过 它发送以后呢 会产生中断 那么中断的时候呢 它会让这个ri 大家记得吧 ri会自动让它自移 自移以后 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话 说要让它咱们进入中断以后 就必须软件清零是不是 对吧 要不然的话它就退不出去了 是不是 这样 那么咱们给它软件清零 好 那么这个程序 就可以了 现在就看看有没有效果了 对不对 好 咱们 试一下 好了 好 好 然后把视线头打开 这是昨天的 昨天的那个程序 这里呢 要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里啊 这里啊 要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 这里呢 我因为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 然后用了一根这个USB转串口的线 如果大家用的是台式机的话 那么你就需要一根这种线 就是这个 串 串口线 这个串口线 然后你把这个串口线呢 就是这一端 给它接到了这上面 就是这个板子上面 然后还另外还有它在这个 在这里呢 它另外还有一端 你给它接到电脑上面去 然后它就可以通信了 就是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这个是 呃 在这个 那个笔记本上面的 所以呢 我呢 就用个USB转串口的 先给它接上去 然后接上去 好 咱们看这个数码管 方便上会显示效果会好一点 好了 好 就这样 那么咱们下载一下 下载一下 好 它现在什么数字都没有了 就是不会 就是个8了 就是 然后咱们把这个串口 调试小助手给它打开 它说没有发现此串口 嗯 拉不过去吗 因为我这个是用电脑转USB的 不会用那个USB转串口的 所以它 它会让你选择这个COMGCOMG 那么大家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电脑是COMG的话 那么你从这里 然后电脑 然后点这个管理 然后管理完了以后 再点这个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进来以后 你看有个端口 这里把它打开展开 展开以后它 你这里就会看到 我这里是COM4 对吧 COM4 OK 那么我就选择这个COM4 好 选择了 选择以后它这里会变亮的 就是变红色 好选择完了COM4以后 然后 然后你把这些都清除掉 这些都不要 不要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往里面发送一个 A 发送一个A 然后咱们看一下 我现在往里面发送一个A 看一下这个数码管会不会改变 然后我点手动发送 好看到吧 数码管这里发生改变 发生改变 那么我再发送一个 H 看一下 好 它又改变了 说明单片机接收到数据了 对吧 那么我再发送一个D 啊 它又变了 再发送一个 再发送个 L吧 好 看到吗 它发生了变化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 单片机收到了数据 对吧 好 收到数据以后 那么 咱们现在 第一步就完成了 现在 下一步呢 要咱们 收到数据之后呢 咱们要给这个 电脑 发数据 那么这样 我收到什么数据 我就 再把这个数据 原来这个数据 发还给电脑 好不好 啊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首先 在中段里面 收到这个数据 放到了A里面 对不对 那么我在主函数里把它 发 发回电脑 比如我现在在主函数里面 给它发回电脑 发回电脑的话 好了 那这样 看看 咱们这里还得再定一个 再定一个变量 定一个变量 B 定一个变量flag 标注位 就是说 我标注一下 它 我让电脑发一个数 然后我再 不是 让电脑 我在电脑上搜一个数 然后我再发一个 搜一个我发一个 就是这样子 如果 所以说这样 咱们需要一个标注位 就是标注一下 我现在有没有收到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现在 进入一次中段 对吧 进入一次中段以后 我让这个标注位 等于1 也就是说我现在收到数据了 然后呢 我在主函数里面呢 给它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它是不是等于1 如果说它不等于1的话 说明没有收到数据 那么咱们就不管 就让它再 就它会就 就会跳出这条一句 所以说咱们 这里判断一下它是不是等于1 如果它 如果它收到数据了 就是说进入了 产生了中段之后 它 这个 会等于1 等于1的话 那么它就会进来 进来以后 然后干什么呀 咱们现在要往 要给电脑发数据 对不对 要给电脑发数据 之前呢 咱们先应该把这个 串口中段的给它关掉 就是说你发送的时候 你不能让它中断 就是这个意思 咱们发送的时候 你要是再给它中断了 那到时候就乱了 所以说咱们先把这个 串口的中断给它关掉 关掉完了之后呢 我现在进来了 我得把这个标志位清零 对不对 因为我下次 我发送一次以后 我 然后我得把它清零啊 清零以后 然后它又进来 然后又等1 然后我在这判断 要不然的话 它就会 它如果你这里 不加这条语句的话 那它就一直都是1 那么就一直往里面发 一直往电脑上发了 对吧 把它清零 清零以后它就不会了 这样就可以保证 它每次都发一个 然后呢 我们就再往spuffle里面 写一个数据 咱们不是把刚才收到的数据 放到A里面吗 对吧 那么我把A的数 付给这个spuffle 付给这个spuffle 以后呢 它电脑就 它那个cpu 不是 那个单评机 它会自动发 自动发的时候 它发完了以后 它发完了以后 会把这个ti ti自动 自1 对不对 大家回忆一下 对不对 如果是 那么你看这条语句 如果ti等于0的话 那么我去反 那就是1 也就是说 当这个数据没有发完的时候 它这里一直是1 就是在这等着 等它这个ti等于1的时候 那么非这个就是0 那它直接这个语句就跳出去了 所以说咱们这条语句就是相当于是 作用就是 等待数据 发送结束 等待数据发送结束 就是这条语句的作用 然后呢 发送结束以后呢 它现在这个ti不是0.1吗 0.1 咱们之前说过嘛 ti和ri都对 它产生中断以后 都要你自己软件来清零 对不对 那么我ti就要等于0 等于0 等于0完了以后呢 我现在要 因为我这里是把它关掉了 把这个 把这个 中断关掉了 所以它不会产生中断 当然它这个ti会等于0 然后ti等于0以后 咱们现在 再把这个中断打开 对不对 中断打开以后 它不就是可以自己去看这里 它现在中断打开以后 然后就可以产生这个中断了 也就是说你现在从电脑上收数据 它就会产生中断了 然后咱们再捋一下 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标志位 因为之前大家没有接触过 然后这里我给它输一下 这个是在你以后写比较大的程序的时候 就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因为 比如说它这个标志位 一般都是用来标志 你是干 就是你现在这件事做了没有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现在 一进来 这个标志位在之前是0 就是说我没有做 那么我进来以后把它变成1 那么现在的意思它就做了 到时候我一查询 如果它等1 说明这件事已经做了 OK 你看这里 我查它是不是等1 就是说现在有没有收到数据 就是这个 就是判断一下 因为它等1的话表明 我现在收到了电脑上的数据 那么我在主函数里就判断 判断它现在有没有收到数据 如果收到了 就是 我就把它变成0 就是等 再把它清零 清零以后它会 它 然后它就下一次 下一次发生一个数据 它又会等1 然后我又进来 如果说你这条语句不要的话 就是这条语句要是不要的话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会是什么结果 然后它这个 这个 flag 这个标志位它一直都是1 一直都是1 那么我这个循环 就是这个wile 这个wile wile是一直在这循环 一直在这循环的话 然后它就会 就是不断的自行 这里面 就是不断的查询这个flag 如果 查询到已经发了数据 OK 我再往电脑上发一个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程序大家回去好好理解一下 因为这个创口中断 创口通信本来就是 呃 大家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话 本来就是比较难的 然后大家回去呢 再自己再看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书 然后自己是尝试着写一写 看一看好吧 好 我现在编译了之后 我再把它下载一次 下载一次看看 现在的话我是发送 发送一个数据 然后发送完了以后呢 我会我要让它在电脑上 就又又回 就发 就我接一个数据 然后我又 再往电脑上再发一次 就说我把同样的数据 再发还给电脑 咱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现象 如果电脑收到数据的话 它会在这上面这里显示出来 比如说咱们先发送一个1 然后看一下数码管会不会变 然后再看一下这上面 能不能收到 如果数码管会变 那么说明单评你收到了数据 如果这上面出现了1 那么说明电脑收到了数据 好吧 那等一下 我这里需要 等一下 为了正确的收到这个数据啊 大家要注意啊 这里有个金针 就是这里 这个 这个是PS2的接口的键盘 然后 这个是继电器 我把这个变小一点 这个是继电器 就是这个 然后 这里有两个指示灯 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是窜口通信指示灯 就是当你窜口 进行窜口通信的时候 这两个灯会闪 然后呢 这里有个金针 就是这个 我现在要把它换成一个15.0 就11.059外照的 因为这个金针是12照的 因为咱们这里呢 这个板子上面呢 看一下 给他做了两 我给他换了两个军品 做了上去 就是说方便 为了方便大家学习嘛 然后 既可以 就是大家要换金针的话 非常的方便 你直接就把这个金针拿下来 然后直接 把新的金针直接往上插上去 它就能用了 就是这么插上去 然后 这个是11.059外照的金针 好了 好 这下子咱们给这个板子 散电 好 它现在先是这个8 好 现在 啊 它这里 可能刚才一散电的时候 咱把它把它清空了 清空了 然后好了 现在呢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我要往里面发一个E 发一个E的时候 它这里应该会变 如果这里数码管变了 那么说明收到数据 然后这里电脑这上面收到 就是 如果出现E 那么说明咱们 发送就成功了 好 看一下 数码管变了对吧 然后这上面是不是收到了一个E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再发一下 大家看这两个灯泡 看这两个灯泡 看到吧 一直在一直在闪 每 就是一通信的话 这两个是通讯指示灯 如果你 出现了就是 呃 相当于你 单片机和电脑之间有数据通信的话 那么它这两个灯就会上 然后呢 咱们现在换个数字 我换个换个字母 换个H 然后我发一下 它这里应该还会变 然后上面应该出现H 看一下 看到吧 这里变了 然后这上面一个H 对吧 对吧 那说明咱们这个程序就没有问题了 就是说 如果这上面出现了东西 就是和你 就出现了你想发的这些东西 那么说明咱们单片机给电脑发送数据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 因为咱们这个程序是单片机收到什么数据 就给电脑发什么数据 那么咱们 电脑上收到的数据就是你刚才发的 咱们这里是电脑往外发的 这是电脑从外面收的 那么也就是说单片机收数据和发数据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那么 这个程序呢 然后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呃 大家回去以后呢 自己去练习一下 因为这个串口通信啊 一直是比较难的 我当时学单片机 已经 就是已经参加过一日一届电子大赛 而且拿了奖 但是因为我当时是没有用没有用到这个 串口通信这一块 因为我们当时做的这个 精密仪器 就是他因为每年电脑大赛都会有好几个题目 一个是一般情况下是放大器 反正我们内 我们那时候是 一个是放大器 就是成功放大器来控制你这个放大倍数 然后另一个呢 就是电源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车 就是智能小车 群线小车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高频 就是相当无线数据传输的 就是大概是这么这么几个题目 当时我是做的是放大器 所以的 所以的话就没有用到这个 串口通信 然后我后来单评你都用了 五要单评你都用了一年了 这个串口还是不是那么明白 然后后来拿着书 就是 也就是跟按照书上讲的一点一点的试 而且当时还是汇编语言 就是这么试试试 然后就是这样子 大家回去以后呢 一定要好好理解 然后自己去尝试着写一写 看一看 比如说你 我们这里是什么数据发 收到什么数据 发什么数据 那么你把它加1-1 看看收到的是什么样的 好不好 好 然后这个这个串口 咱们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 串口结束了以后呢 也就是说单评机的内部资源 就全部结束了 就是说 这些单评机的内部的那些资源 全部结束了 下一步咱们要讲的就是 单评机的外围模块了 就是它的外围的ADDA 然后各种芯片 还有液晶 这些下面就主要给大家讲这些驱动了 明白了吗 然后在这里呢 我呢 给大家布置一些题目 然后大家回去好好练习练习 像这个 第一个用软件演示的办法 在点证上面显示3-5-8数字 就是这几个数字 然后还有 利用定时器 定时的办法 我把这个字稍微放大一点点 好 利用定时器 定时的办法 改写点证 动态显示程序 也就是说咱们之前是用那个Delay函数来做的 现在呢我要求大家 用定时器 定时的办法 来做 然后这个数码管动态显示也是 你用定时器定时的办法来做 然后 这个 就是给这个布竞电机啊 调 调节布竞电机转动的角度 就是通过Key1 调节布竞电机转动的角度 每按一次Key1 布竞电机转动的角度 增加10度 并在数码管上显示出布竞电机已经转动过的角度 明白了吗 当然我 因为我咱们用的这个布竞电机 我回去试了好多次啊 他有可能是 因为我查的那个资料啊 是那个卖家给我的 然后呢 我回去试了好多次 好像我让他转512的时候 那个数字啊 他好像转的那个角度 比那个360度稍微大了一点点 大家回去可以自己调一下 就是 但是呃 那个布竞电机驱动的原理是没有错的 肯定是那么驱动的 可能是这个布竞电机 在我掌握的这个数据 可能是有问题 比如说他那个最小的布竞角 可能不是那个5.6i5 可能是比这个5.6i5是要小一些 可能大家回去试一下 呃 因为 这个布竞电机是从 好像从什么机器上拆下来的 因为一些比较 如果是比较好的布竞电机 它是非常贵的 一般 所以咱们是学习使用吗 所以就 反正就是掌握原理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自己去演示 自己去驱动玩一玩就可以 咱们不需要买那种特别贵 一般好的布竞电机都几十块钱 一两百三四百的都有 就是那样子 咱们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就跟大家说一下 他那个我回去试了一下 他好像那个角度 比360度稍微多一些 大家可以调节一下那个 比如说你调节一下他赚的那个 比如说咱们那是写的是510万 你可以让他500或者480看看 差不多就是一周那样子的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我说一下 这个其实有两种办法来 两种办法来做 一种就是实施查询 就是说你在延迟的过程中 我就查查有没有这个键按下来 如果按下来的话 我就改变它那个 就是咱们上 上次我跟大家说过嘛 怎么来改调节转动的角度 怎么来调节这个转动的频率 都跟大家说过 你只要调节那两个数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面还有一种 就是用外部中断的办法 因为key不就接到外部中断0吗 你比如说我key按下来 我中断了 步进电机停住 停住以后我射一下 然后又让他开始 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上面是调节角度 然后这里呢 是让他从 就是把这个步进电机速度 分成0级到9级 调节它的转速 好吗 好 然后你用外部中断的办法 通过key 让这个步进电机停止 启动 这个呢就很简单了 上面两个做出来 这个肯定就做出来 按一下它步进电机 开始转动 再按一下它步进电机 停止 然后再按一下又开始转动 就是这么循环下去 然后呢 你用电视器的方式 编写一个电子时钟程序 要求在数码管上显示 10分秒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显示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这两个0是小时 这两个0是分 这两个0是秒 就是这样 然后第八题 就是在第七题的基础上 来做 这两 这个第八题啊 是比较难的 大家回去试一下 如果你能做出来 能说明你的天赋非常好啊 然后看一下这个第九题 第九题就是显示描表 就是这么个描表 然后第十题呢 是在上一题的基础上 利用这个三个按键 来做一个描表 就是按下停止 再按下开始 再按下清零 就是这样子 就跟咱们平时用的按键是一样的 然后 这里是 涉及到 主动键盘了 让它在数码管上显示1到16的平方 而不是1到16 明白吗 然后这个呢 就是让数码管稳定的显示 这个比较简单 之前都给大家讲过类似的 然后这里 这些 这些我就不一一说了 然后大家回去 可以自己去试着做一做 好吧 就是这些题目 然后这个是 这个 创可通信的 就是你用 你用1200BPS 就是1200的波特率 来发生这些东西 第二行以2400 就是你改变波特率 改变波特率 怎么改变 改变波特率 你就是改变那个T TH 和TL TLE 和THE 就是说 比如说我第一行的 我一判断 啊 第一行 第一行 那么我干嘛呀 我在发生数据之前 把这个窗口中断 关掉 它不会中断了 不会中断 然后呢 我把这个THE和TLE呢 重新复一下出值 复完了出值以后 把这个窗口打开 或者然后继续发送 就是这样子 明白了吗 像第二行就是 你一检测到这些5到80第二行 那么我 我还是重新制一下出值 然后给它发生 就是这样子 好 这是这些练习题 这二十二个题目 大家会去好好做 然后做完以后呢 下次课 因为现在这个大命迪的内部 资源已经全部讲完了 下一次课 就开始给大家讲外围的驱动模块了 好吧 然后就是咱们就开始 就是教大家怎么来看这个时序图 然后以及一些芯片记录手册 好吧 好 然后这个题目也很难的 大家 大家回去可以挑战一下啊 做不出来也没有关系 等到再往后学习惯了以后 你就会了 好吧 好 然后这些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好吧 好 好